新北市長侯友宜上午主持治安會報 再批殺警嫌犯服外議間 是在警察弟兄的傷口上撒鹽 也指引民進黨為何到了選舉才要來修法 儘管他民調占據第三 但前民進黨立委沈富雄認為 現在有金普聰操盤 還有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出手成立後援會 民調有可能上升 而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今天上午也發文 高喊團結對抗民進黨 如果在其他的國外 幾乎都是判重刑 執行千萬要小心 侯友宜11號上午主持治安會報 再批民進黨執政 殺警犯嫌竟然可以到外議間服刑 這無疑是在打擊警察士氣 之前你為什麼不做呢 優先修法變成幽靈修法 讓我們第一線 被國家犧牲奉獻的警察弟兄 在他的山口上再度撒鹽 造成惡度傷害 侯友宜在擅長的議題上 找突破點 前名將立委沈富雄分析 現在有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 幫忙成立後援會 選辦又有金普聰操盤 侯友宜民調可能會進步 而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則是在臉書上發文呼籲要團結 表示自己對於國民黨高層 始終一路情意相挺 真心付出 並無任何怨言 包括全台各地 這些立委候選人 現在都紛紛的 跟侯友宜的合照或公車 通通都已經上路了 我們這些青年團的朋友們 也要共同召開記者會 來團結支持侯友宜 黨主席朱立倫再喊話 國民黨想翻轉選情 的確要先團結 記者參謀人張雲杰 新北市採訪報導 記者 李宗盧